那么第三个问题 每一次发生事情之前 他弟子都会觉得惶恐不安 这道事情一发生了才知道 自己的惶恐是感应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 这个感应到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因如何才能不受干扰 那这个我刚才所讲的 你能够记住 就会远离干扰 每天念佛 送金或者是听金拜佛 把这个注意力在这上集中 那么大凡一般人会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仔细去观察 像这个灵归附身 都使精神涣散 就是精神一直不能集中 那个灵魅才会找到他 一个人精神一直集中 这个灵归不会照上身 照上身的时候 我们讲心思散乱 所以你应当把你的精神一直集中 集中就不会有这个事情 集中在佛号上可以 集中在念佛 集中在读经 集中在拜佛 这都可以 都是这个方法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